很多同学有问到老师的完整发音课 那今天老师积聚了5个很多同学比较常问的问题 跟大家回答一下 第一个就是有问题可不可以问老师 同学们可以 咱们的课程是有答疑的 你在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问老师 老师都会去给同学们一对一解答 第二个问题 这课程总共有多少节课 课程总共是100多节课 因为咱们是完整的发音课程 也就是说你要学完整的发音的话 你就学这个课程就足够了 但是不要被这个数字吓到 因为咱们的课程其实每节课的时程是不定的 都空于在30分钟之内 而且我们课程里面有大量的练习的内容讲得很细 第三个问题 课程可以看多久是不是一直都有效 同学们 咱们课程是长期有效的 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看都可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观看学习 可以反复观看 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买着课的时候还比较小 再过两三年他还可以再学一遍 或者他学完之后 如果他家里有弟弟妹妹的话 给他们学习也是可以的 第四个问题 课程是视频课还是直播课 各位们 咱们课程是录制好的视频课 也就是你可以随时观看学习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或者在什么地方你有空 你都可以把它打开随时学习 而且有问题可以随时问老师 第五个问题 零基础可以学习吗 各位们 零基础也可以学习 咱们的发音课程 是从最基础的26个字母的读音开始学习的 或这个字母还有音标都是一个个单独这样的 所以零基础也可以学会 另外 只要你看过老师短视频当中 关于音标拼读相关的那些内容 如果能学会都可以学习 咱们课程里面能讲的更加的详细 更加的全面 都是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寻去渐渐的往后学的 所以零基础也可以学会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老师音标拼读相关的短视频 那你可以先点个关注 然后去看一看